回到新闻现场 从过去进行过的三次江城会谈以来 两岸一共签署了9项协议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17号举办记者会 公布了立委对于两岸协议的问卷调查 结果回复的39位立委全部都认为 两岸协议需要经过国会的监督 而大多数的立委也认为 国会应该要事前参与协商 并且在事后进行审查 两岸协议国会审议 两岸协议人民监督 在四次江城会召开前夕 为了关注民意对两岸协议的监督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 公布立委对两岸协议的问卷调查 在所有106位立委中 有39位立法委员回复 其中国民党只有10位 其他67位未表态 所有回复的39位立委都认为 两岸协商都需经过国会监督 其中85%的立委认为 国会应该事前参与协商 并事后进行审查 95%的立委认为 应该公布前面三次协议的本文 92%的立委认为 两岸任何协议需经过国会通过 才能成效 并且应让公民参与 有69%认为 应办公民投票 让民众决定自己的未来 政府是要有义务 把这个协议的内容 让民众了解清楚 因为毕竟台湾所有的各级的民意代表 全部都是民选的 像前三次的协议签的 如果很好的话 公开有什么不好 大家看了之后 好就很高兴 如果不好 大家还是可以讨论 可是黑箱作业的话 是非常不足取的 公都盟认为 任何协议不应该黑箱作业 立法院作为台湾最高民意机构 不应回避两岸相关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 复东张忍台湾台北综合报道